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角兽是传说中的一种生物 特点是稀有而高贵 独角兽企业被视为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近期苏州34家企业入选2019年度苏南示范区潜在独角兽企业 数量位列全省第一 此次入选的布瑞克农业互联网公司是一家位于象征区的独角兽培育企业 下午企业董事长孙彤正和同事沟通如何进一步优化交易平台 疫情期间他们推出的全国滞销农产品大数据平台 先后发布2万个供应商200万吨农产品的供应信息 竭力帮助农户解决滞销问题 这个平台从这个地图上就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农产品的滞销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这些采购商在这边能看到各种产品的价格信息 2014年孙彤从北京带着只有20多人的创业团队来到苏州 较低的运营成本和政府无微不至的政策支持 让公司迅速壮大 2015年孙彤举家搬迁到苏州 去年企业自营农产品销售达18亿元 从全世界的角度造影 把它还在萌芽期的就初创期的这些企业 放到我们这边来配上苏州 这个优良的这个投资环境 政府的店小二的这种服务精神 我相信它可以从初创型 一直从一只小的独角兽 变成一只标准的独角兽 独角兽企业是投资行业 尤其是风险投资界的术语 一般只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 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未上市初创企业 代表着创新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苏州大力引誉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培育企业总计达61家 11家已成功上市 日前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潜在独角兽企业评估结果发布 在54家入选名单中 苏州占到34家 占比超过62% 苏州提出 力争到2022年 全市入库培育独角兽企业超过200家 为加大对独角兽企业的培育支持力度 市委市政府将于本周四 举办独角兽企业发展大会 发布专门扶持政策 传递培育独角兽企业的新名信号 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搭建的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 来推荐我们的独角兽企业 让社会大众都来了解到我们苏州 这样一些硬科技的企业的 这样一些非常好的科技实力 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来关心支持 我市的独角兽企业的发展 动用资本的力量来助推企业的发展 昨天由四川省委常委 成都市委书记范瑞平率领的 成都市党政代表团来苏州考察 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 市委副书记钟银陪同考察 李亚平说 当前苏州正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夺取双胜利 近年来 成都围绕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着力构建开放型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亮点频现 涌现出很多好经验好做法 值得苏州学习借鉴 希望两地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 携手抢抓长江经济带发展等 国家战略机遇 促进共同发展 范瑞平说 此次考察就是希望学习借鉴苏州 在现代园区建设 推动产业转型 古城保护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希望双方增进交流加深合作 推动两地高质量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苏期间 成都市党政代表团详细了解了 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历程 和开放创新经验 并赴京方半导体 微软苏州研发中心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苏桥生物公司 平江历史街区等地考察 市领导吴庆文 于姓楠 蒋来清 陪同考察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 专题调研诠释区块链产业发展情况 强调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创新发展 依托区块链技术 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李亚平一行 首先来到长三角 智能网联产业师范区制控中心 实地了解智能驾驶产业发展的 相关情况 去年苏州成功创建 首个省级车联网新岛区 在苏州工业园区和相城区 建成了全省仅有的两条 共17.2公里 智能网联汽车公共测试道路 在相城科技金融产业园展示厅 李亚平详细了解 以数字货币为特色的 金融科技产业集群 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苏州同济区块链研究院 是同济大学与苏州市政府 联手打造的国内首个 校地共建的区块链研究院 李亚平认真听取了 区块链底层技术的应用情况 据了解 近年来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截至5月底 全市集聚区块链相关企业 超过60家 区块链相关技术应用企业 已达178家 在中央网信办公布的 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项目中 我是完成备案10个项目 占全省的28.6% 李亚平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区块链的重要讲话精神 主动对标先进城市 立足我是产业特点 走出一条特色化 专业化 市场化的区块链发展道路 努力实现 从先发走向领先 李亚平要求 积极抢抓先机 加强政策引导 强化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发展的规划布局 要发挥龙头企业的 示范带动作用 加大政府统筹力度 支持骨干企业 打造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案例 打造区块链产业发展高地 要以金融领域为突破口 打造数字货币先行区 李亚平强调 要勇于创新 加速应用落地 着力构建区块链产业生态 推动区块链产业集群化发展 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优势 推动更多看得见 摸得着的应用场景落地 今天 相城区企业金鸿气体 成功名罗上市 这是相城区首家 科创版上市公司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 副市长王阳等出席活动 金鸿气体是一家 专业从事气体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的 环保急约型综合供应商 近年来 金鸿气体的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稳步增长 发展势头强劲 我们金鸿现在已经是 民营企业当中 最大的一个气体公司了 但是我们在国内的占比 还不到1% 下一步呢 我们可能在 整个的横向的并购 整合上面 我们还会 投入更多的资源 近年来 相城区对于企业上市的 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并出台相关政策 对在境内资本市场 实现IPO的企业 第一时间 给予政策奖补兑现 截至目前 相城区区内 以上市企业共8家 以上市企业25家 充分发挥电小二精神 积极做好企业的服务员 不断优化地方营商环境 为企业创造优良的 发展条件 实行领导 一对一联系企业制度 努力为企业的发展 扫清各类障碍 近年来 苏州聚焦城市 治理能力现代化 打造百姓 和谐移居新家园 日益科学化 精细化 智能化的城市管理 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汇集百姓 昨晚 央视新闻联播节目 用两分多钟时间 对此进行了专题关注 苏州1500多万人口中 外来人口 占到了一多半 怎样能让他们 在这里安居乐业 当地着力通过 大数据加网格化的工作模式 为外来人口提供 精细化服务 苏州工业园区 维亭街道 搭建了一套智慧系统 接入了民政 城管 社会保障等部门 通过信息共享 方便居民办事 外来人员朱建根告诉记者 网格员刚给他家 基本信息做了登记 户口办理的工单 也实时传道系统开始进行处理 网格员就告诉我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然后让我一直准备好 准备齐 直接去那边办理就行了 整得我来来回回地跑 上个月 苏州依托设立在区县的 七个分中心 在江苏省率先成立 新市民事务中心 将为苏州新市民 统一提供包括户口登记 积分入学 积分入医 出租房管理等一站式服务 坚持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 突出问题出发 把分散车信息系统整合起来 为外来物工人员工作生活 提供一站式的军动化的服务 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苏州 苏州老城区 以古香古色的江南风貌 声明在外 但老城区的管理一直是个难题 不少巷弄连物业都没有 家门口的绿地损坏 小巷街道受损等 曾经迟迟得不到解决 居民反应很多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惊喜 这两年 依托街道反复尝试 苏州市探索出 管理老城区的 三级网格联动办法 在街道设立网格指挥中心 下面还有网格联动工作站 社区网格员 及时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将精细管理落实到每一条街巷 现在我们还没上去汇报了 他们已经知道了 下来把我们的事情 弄得很好了 虽然是老房子 但是我们现在住得很舒心 苏州海关今天发布 1到5月份全市外贸情况统计 克服疫情影响 5月全市进出口 小幅增长 这也是连续第二个月 实现正增长 最近伪创立电脑 在无中的工厂有点忙 随着国内各行业全面复苏 公司生产的汽车电子部件 和通讯类产品 正收到源源不断的客户订单 今年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点 就是一个5G的产品 也是适合现在整个社会的需求 我们也是希望能参与 5G的建设当中 我们现在手里的订单 大约有两到三个月这样 今年以来受全球疫情影响 伪创立的海外订单有所下降 但通过及时调整市场战略 针对国内产业链 加大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投入 今年前五个月 企业内销增长了50% 特殊形势下 主动转换思路 开拓新市场 成为外贸企业的共同选择 对我们五中地区小区的 180多家重点进出口企业 进行了排谋 其中有41家了 我们发现有巨大的内销需求 为此海关总署第一时间 出台了加工贸易货物 内销缓税利息 减免风险保证金等一系列支持举措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苏州各地海关也进一步 强化服务保障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 把政策送到企业手里 据统计仅保证金减免一项 苏州地区就为企业减轻了 12亿元的资金流压力 这方面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尤其是资金压力 同时通过内销便利化的措施以后 让企业更有信心发展内销市场 回笼资金 为企业的下一步发展 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跟支撑 今年1到5月 全市外贸进出口8187.7亿元人民币 其中5月外贸进出口1878.1亿元 同比增长2.2% 从主要商品进出口情况看 疫情影响下远程办公需求激增 带动全市笔记本电脑出货量明显增加 而作为制造IT产品的零部件 集成电路材料进口也大幅增加 这一进一出 有力拉动了全市外贸进出口的增长 今天苏州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工作推进会举行 副市长曹厚林出席并讲话 现场 园区兴州小学的孩子们 以自编自演的舞蹈歌曲 生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在这个兴趣性上的提升 就是让孩子们能够人人参与进去 他就对这个知识的一个学习 就主动积极 并且能够形成一种氛围 会上为首批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先进学校授牌 并成立名师宣讲团 小手拉大手 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一个社区 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下一步呢 我们要到年子 这个私生员工的知识力 要达到100% 一个是要有支队伍 还有一套教材 还有一套这个检查的机制 主要关键是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入脑 这个入心 入课程 然后是要建行动 今天全市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在吴江举行 副市长杨之平出席 现场通过远程视频传输方式 观摩了化工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和水上搜救 即防污染应急处置演练 集中锻炼了全市应对较大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的组织能力 协同能力 处置能力和保障能力 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 全市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大力普及安全知识 增强全民安全意识 近日 北京市连续新增多例确诊病例 引发关注 昨天零点到24点 北京又报告新增本土病例27例 目前 北京市已要求严控高风险人员离京 已经出京的 要及时通报当地 防止疫情扩散 要从严加强社区防控工作 苏州各地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迅速行动 全力巩固疫情防控 持续向好的态势 下午 郭州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来到位于平隆路的一家酒店 酒店入口处设置了疫情晒差点 对所有入住酒店的客人 进行体温测量和苏城马查验 在酒店厨房内 所有生熟食物分开摆放 部分水产品都能出具 进货单据 三文鱼等未进行销售 固苏区市场监管部门 将对辖区范围内农贸市场 水产经营市场 商超 以及生食类制售的餐饮单位 进行全面检查 做好环境通风 清洁消沙和相关从业人员 个人防护 在做好基础防控的基础上面 在增加对一些就是 刚才谈到的进口的水产品 牛羊肉 清洁制品的一个溯源管理 形成对整个食品安全 全过程全链条的一种监管 近日苏州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 联合卫生教育等部门 对线下培训机构的防疫情况 进行检查 我们老师是登记在这张表上 然后学生是在这边 然后登记一下 我们学生过来是分时间段过来听 然后登记检查 然后两只 通安镇的这家培训机构 设置了专门的应急教室 并对全体老师进行专门培训 时刻关注学生动态 检查人员详细查看了机构 通风换气 以及教室布置情况 要求继续保持规范化管理 接下来我也根据要求 继续的定期的来 我们这边机构继续复查检查 确保我们这边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我们的学生能安全的 让家长也能放心的 把孩子送过来上课 疫情防控松懈不得 我们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当好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百岳泽是我国首个出口的 本土研发抗癌新药 就在昨天 它的全国第一张处方 由苏大副医院血液科主任 吴德佩教授开出 意味着这款由苏州生产的抗癌新药 正式开始面向全国各医院和药房公药 我身后呢 就是百季神州的小分子的产业化基地 那么目前他们自主研发的一款 抗癌新药呢 正在其中如火如荼的生产过程当中 那么由于前期呢 早已布局了世界领先的这样那个工艺 包括设备 那么目前这一的年产能 已经达到了一亿里 百岳泽是原区生物医药企业 百季神州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 目前主要用于治疗淋巴瘤白血病 是我国首个获得中美临床指南 双重推荐的本土研发抗癌新药 为了让新药及早送到国内患者手上 自6月3号货币上市后 百季神州苏州产业化基地就没有停过机 前后不到12天时间 实现了全国首批公药 12天时间实际上 我们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这样做下来的话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 12天我觉得是在中国已经破细路了 顺是企业对于此次迅速供货的评价 这得益于企业自身的实力 同样也离不开苏州给力的产业环境 我觉得咱们这苏州整个一个 生物医药工业的产业链 这是非常非常的完善 这个说明书 我们那个标签 我们全部要去打印 打印的话 这输印厂就很近 他们就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来支持 打印的同时 我们就要送到那个苏州药监局 非常非常的支持 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然后就是拿样进来 马上就测试 目前百季神州正在努力推动 将这款新药纳入医保 更大程度上汇集患者 同时也启动在以色列 韩国 欧洲等地的上市程序 近日泰仓港以汽车物流项目进入试运行 未来这里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内贸汽车滚装码头 下午在泰仓港海东汽车物流中心 陆雨堆场一期 宽阔平坦的场地上 整齐停放着数千辆小轿车 不时有满载小轿车的平板货车进入卸货 是从安亭这边库区拉过来的 每天我们进场有100多辆大板车 然后商品车的话 能近站的话有800到1000辆 海东汽车物流中心 是泰仓港和上海海通国际汽车码头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建设的 及汽车码头装卸 仓储 运输等物流业务 为一体的专业化汽车物流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 一二七面积达50万平方米 计划建设四个汽车滚装博位 据介绍 物流中心将依托泰仓港优良的暗线条件 便捷的输港交通体系 主动与上海汽车产业对接 并与重庆 武汉 大连 广州等口岸 形成内贸汽车江海连运水运体系 打造整车和零部件一体化物流服务体系 对完善泰仓港港口业务构成 提升长三角一体化 汽车物流产业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沿海和沿江 这是已经形成了一个T字型的一个规划 为布局土布局 泰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目前就场地里面应该已经停了 有将近8000辆的车子 建成以来达到它的规划设计能力的话 它是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 内貌的汽车工程码码码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被称为新基建之一 将迎来发展热潮 苏州市全国新能源汽车 推广示范城市 目前正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今天位于苏州高新区金山路的这处 电动汽车充电站项目动工建设 项目规划占地4.8亩 今年9月中旬建成投用后 可为大巴车 出租车 物流车提供快充服务 建设方介绍 下一步他们将根据电动汽车 和现有充电站的分布 以5公里为服务半径 建设一批新的充电站 为推动城市交通电气化水平 今年苏州将新建和扩建23座公交充电站 为实现中环高架以内苏州主城区 新能源公交车全覆盖打下基础 而为满足市民绿色出行需求 供电部门还将结合交通建设 完善充电设施的配套布局 在比如说泰仓高铁站 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 也将新建城市公共的充电设施 确保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 推动在新建的居住区配套建设充电设施 让市民充电更方便 出行更绿色更高效 目前苏州供电部门 已在全市建成充电站点278个 充电桩2300多台 同时苏州还建成车联网平台 接入21家本地充电运营商 充电设施6100多台 进一步方便电动汽车充电 今天是农业农村局 与苏州邮政共建的 惠农直播电商机率项目启动 将通过开展驻农直播等活动 助力优质农产品销售 在直播中 凤凰镇副镇长徐丹云 穿着凤凰镇和阳特色服装 走进直播间 为凤凰水蜜桃作起代言 两个小时的带货直播 成功销售2000多单 共1万多斤水蜜桃 相当于给我们 桃农多了一个 整市自己农产品的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渠道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农产品 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惠农直播电商基地 及视频制作 直播带货等为一体 结合苏州地理标志农产品 提供一站式网红孵化 加直播 加制作 加运营 直播引流服务 下一步 基地还将根据苏州使令 开展主题直播 努力实现 苏州销售困难的农业企业 苏州主要的 地理标志农产品 都能把全国 作为苏州的一个市场 下面来看一组简信 为筹集财政资金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财政部决定发行 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 一期和二期 规模均为500亿元 期限分别为5年和7年 这两期抗疫特别国债 将于6月18号招标 6月23号起上市交易 将采取记账式国债发行方式 个人也可购买 日前市疾控中心 启动应急监测预案 配合市卫健委和市市场监管局 对南门市场 南环桥市场等重点场所 开展从业人员 重点食品和重点环境的 新冠病毒应急采样检测工作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下一步 市疾控中心将对全市超市 和农贸市场进行定期 全覆盖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开展风险评估 做好常态化防控工作 保障全市人民生命安全 今天市人社局发布告知书 对来自北京地区 参加苏州市2020年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 考试的应试人员 疫情防控 做出明确告知 5月30号以后 莱苏和目前 仍在北京市的应试人员 如与北京市确诊病例 及相关病例 刑场轨迹有交集的 或属于北京市高中风险地区的 或到过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 精深海鲜市场等风险场所 来搜后 需进行14天集中隔离观察 来自北京市 非以上情形的应试人员 参加考试进入考点时 需提供有效的 7天内核酸检测为阴性报告 今天 苏州市立医院 成立100堂抗疫讲师团 将服学校 社区 讲述抗疫故事 弘扬抗疫精神 做好疫情防控科普工作 自今年疫情发生以来 市立医院分两批 前后派出31位医护人员 奔赴武汉 支援抗疫 今天 建信金融科技 正式落地苏州 设立分公司 并与市农业农村局 签署智慧农业 国家改革试点项目 合作协议 建信金融科技公司 是建行旗下 从事金融科技行业的 全资子公司 好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你也可以关注 苏州新闻微信 和看苏州APP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